放一张图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完成的画面 这个画面上面 它没有页首 所以如果刚刚我增加页首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页首给删掉 删掉的方法 你可以选取页首下面这条线 然后把这一个部分的DIV给移除掉 就没有页首的部分 内容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放什么 这个页首就不见了 剩内容 内容部分的话 你可以放一张图 图部分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这是可以从image里面 那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我的范例档里面少一个logo 可是光碟里面应该有 你可以把这张图拖拉过来 放开按一个确定 基本上 如果要把它置中的话 方法很多 各位可以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CSS来排版 CSS里面这边就有个置中 置中对齐 不过这个置中对齐的时候 特别注意 你要先给它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名称 你可以自己任意打一个 比如说A好了 按一个确定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你建立这个类别 按一个确定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在置中的 就是说 在图档的 这个置中的方式 稍微比较麻烦 不像说我的点一下 它就直接可以按个置中就好了 它必须要在图的旁边 不是图 图的旁边 先建一个什么 CSS 特别注意是下方这里 这个我想比较麻烦一点点 下面这边有个CSS 然后你就把它置中 置中的时候 它问你说 要不要产生一个 是名称还是类别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一定要产生是类别 那给一个A 这个类别名称 那这个类别名称呢 就会在这边可以看到 有没有 CSS这里 有一个就是针对什么呢 文字去做Center 置中的一个效果跑出来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图的置中 接下来 在下方 我们按一个Enter好了 比如说今天日期 你可以是2014年的4月26号 然后并且把它选取之后 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再把它 底下属性本来切 再切回到HTML 把它改成那个H4 就标题4 OK 让它变成标题4的样式 好 那在底下再按一个Enter 那我需要再加两个按钮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 左边一个按钮是 我用那个即时 一个是文源格跟讨论区 然后前面的这个是一个齿轮 那这边是一个 一个start 就两个 对不对 所以要做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 在底下先打上 前面我们讲过了 如果你要加什么 加那个 呃 加这个button的话 第一个就是先把那个字先打上去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呢 打上 文字 比如叫文源格好了 那要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按钮 基本上就是 或者你可以在这边先插入 常用里面插入那个